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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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付滿是油垢的鍋子 你只能奮力猛刷 刷得滿身是汗嗎 今天我們要請香藥草達人郭自君老師 來教你自製無毒的清潔配方 讓你三兩下就可以清潔溜溜囉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250cc的水 倒進到這個沾鍋的鍋中 之後再把15公克的小蘇打粉倒進去 再使用這個雪松精油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焦黑的鍋子把它煮沸 等待一分鐘 等一下就可以來清潔它 你看這些輕輕一刷 就剛才那些沾鍋的地方全部都掉了 這樣子鍋子就可以變得非常的光亮喔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家裡用的是鋁鍋的話 就不能用這個方法喔 因為小蘇打粉會讓你鍋變色 所以說這個方法呢 只能用在鋁鐵鍋或不鏽鋼鍋才行喔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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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